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全台湾530多万单身族 不少人透过算命 拜拜和相亲等各种方法找对象 新生代导演林军阳的新作 爱情算不算 描绘都市男女求姻缘 惹出了一连串爆笑故事 另外好莱坞性感男神Bradley Cooper 化身年少得志的米其林二星主厨 这位料理界的巨星狂妄自大 加上嗑药自毁前程 如何从人生的低谷爬回巅峰 追求米其林第三颗星呢 一起抢看芯片天菜大厨 好莱坞性感男神 布莱德利库博在新作天菜大厨 化身天才厨师 事业如日中天 却因为脱续行径自毁前程 为了兜山再起 他率领梦幻团队打造顶级餐厅 争取米其林三星的最高荣誉 布莱德利库博在片中展现演技 也亲自下厨料理多到美食 好手艺让指导他做菜的米其林大厨 都想挖角 两大老牌影帝劳勃瑞福和尼克诺特 回归大一幕 演出电影别跟山过不去 本片改编畅销旅游作家的真实经历 劳勃瑞福饰演不符老的旅游作家 和年轻时的死对头挑战徒步三千公里的登山旅程 两个年过半百的大叔沿途立即冒险 重拾昔日友情 也找回生活动力 地球上有这么多人 而且世界这么大 而且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 遇见一个对的人 你以为这一切都是缘分跟巧合吗 台北爱情捷运系列电影 把捷运路线编织成情网 首部曲爱情算不算 从捷运大桥头站出发 在大道城取景 男女主角张翰和周又廷 分别饰演想婚的数学怪咖 和恐婚的女摄影师 两人透过相亲产生好感 却面临两家姓氏不联姻的魔咒 古龄精怪的菜鸟月老 频频出奇招为他们牵红线 反而越帮越忙 制造不少笑料 天海 在那里有很多脚本家 在那里有很多人生的 人生的信息 日本鬼才导演田中博树 推出新作天之茶柱 描述天堂有群编剧家 负责撰写剧本主宰凡人命运 男星松山炎依 饰演为编剧奉茶的小弟 为了拯救新一少女 不惜违反规定落入凡间 希望改写编剧笔下的烂剧本 导演在片中 枯首第六感生死恋 以及铁达尼浩等经典爱情电影桥段 无厘头剧情笑点十足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万圣节搞鬼 不给糖旧导弹的变装时尚 在日本也越来越甚 今年包括首都圈的元素表参道 六本木 川崎等 都分别举办了万圣节活动 元素表参道的万圣节大游行 售票更是早早抢购一空 参与变装的林众各出奇招 除了经典的鬼庄上街 俏皮的海绵宝宝阵仗 星际大战要角 就连复仇者联盟也来参一咖 华丽热闹可见一斑 为了避免游行等留下满地垃圾 东京都知事一早就准备了三十万个 装结垃圾会像南瓜的橘色塑胶袋发放 其他像六本木 星宿等市区街头 也会看到定点提供 游行兼做环保 带着走也拉风 据日本纪念日协会统整资料推估 今年日本万圣节的市场规模 上看约新台币331亿元 替美情人节消费大饼 不少企业和高饼业者 也相继推出应景商品 抢占商机 参加游行者还可以评券到特定商店 领取糖果 有店家更请来专业摄影师免费拍照 日后照片将上网供消费者选购 看了喜欢再付钱 庄社记者杨明珠 东京报道 10月31日是美国妖魔鬼怪 出来逛大街的日子 是大家熟知的万圣节 好比台湾的鬼月 为什么应该有点恐怖的鬼节 会变成欢乐的节日呢 原来的万圣节是宗教节日 目的是安抚死神 同时戴上丑陋的面具 吓走恶灵 随着时间 全球化 还有商业活动的腿部助澜 万圣节就变成了全球性的节日 悬掉鬼娃 南瓜灯 大蜘蛛 还有骷髅头这些恐怖装饰 只是应景的基本款而已 化妆把自己装扮得越恐怖越好 最好连宠物狗也可以一起化妆游行 洛杉矶环球影城也会推出恐怖之业活动 看电影 电视影集的僵尸 吸血鬼 还有杀人魔等 挑战胆大的你 准备好跟大家一起 NuckNuck去口去了吗 Happy Halloween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警察 雅佳达为泰国麦福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台湾知名导演侯孝贤的作品 刺客聂影娘 五月获得法国坎城影展 最佳导演奖殊荣 国际市场大开 电影十月中在北美上映 更代表台湾爆名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外语片堪称台湾之光 不过对于叩关奥斯卡 侯孝贤看得很开 那谁最在乎发行商 全世界的发行商 那他们不知道奥斯卡 奥斯卡就是奥斯卡 你会上就会上 不会上就不会上 你还能怎样 你还能去发动吗 当然有些事有可能 但是我感觉连想都来得想 侯孝贤最近造访美西大城洛杉矶打片 表示过去负责台北电影节和金马奖 长达八年没有创作 好在日本 韩国 欧美和台湾中影 等国际资金还相信他 让他顺利筹凑到新台币 四亿五千万元完成新作 直言希望聂影娘冲高票房 才会有人继续投资她拍片 赤克聂影娘虽然归类为武侠片 但是侯岛强调她要传达的是文化 唐武侠你那些现成的 你说那些娱乐 那些我没兴趣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要拍的还是 有一个人文背景非常清楚 那才有用 不然的话不是有用的才打动我 尽管从事影像创作 侯孝贤却很强调文字的重要性 指出中外文学名著和武侠小说 治理行间的淬炼都化为养分 成为日后建构影像的基础 中央世界有曹雨凡 洛杉矶报导 还是 美国畅销爵士音乐家天宁剧 一开场就同观众席入口出现身 帅气地用萨克斯风吹奏 与粉丝近距离接触 让现场环境声不断 天宁剧亚洲巡回最终站 在马来西亚云顶高原演出 全场作物虚席 除了大秀不同萨克斯风 展现不一样的演奏方式 还特别吹奏中文歌曲 《月亮代表我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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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宁被问候大马粉丝 当然不忘秀几句马来语 感谢他们让他有机会 第三度站上云顶云星剧场表演 让台下纷纷回忆热烈掌声欢呼 近两小时的演奏 让半马粉丝陶醉在音乐行业中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土耳其6月举行的国会大选结果跌破眼镜 执政的正义发展党和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 都失去众多席次 向来都是赢家的正义发展党没拿下绝对多数 还创下执政以来首次必须组联合政府的局面 外界分析这是选民对国内经济 以及高失业率投下的不信任票 更担心总统埃尔段修宪扩大职权走向独裁 由于大选后埃尔段组阁失败 依据宪法必须再次举行国会选举 预定11月1号举行 后续进展请持续锁定 春车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ro唱 照片 转发 ro唱 这段时间续细节目 我们以后很多大是感谢 包里参加实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